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呢邀請到了我們小阿菜 最近就是在我的社交媒體上面 會看到雷雷的照片 她是我乾女兒 不是我的女兒她媽在旁邊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雷雷媽 嗨我是雷雷 啊我是睡 啊就快五歲了 啊她中文是講得非常好 應該在家都是盡量跟她講中文比較多 盡量講中文比較多 那你昨天跟誰拍影片啊 嗯菜哥 那你很喜歡嗎 很喜歡啊很喜歡啊 嗯 我手也不見了 嗯沒有 我腳放不了了 不可能那麼黏吧 喔不可能那麼黏 菜哥 好那現在我要跟媽媽聊一下天了 好不好 那你要跟大家說 要記得follow我的IG喔 要記得follow我的IG喔 所以雷雷是在美國生的 對 可是妳不喜歡小孩啊 哈哈哈哈 對我本來是不喜歡小孩 但是就覺得 我是最喜歡小孩 對 但是就覺得說人生來到一個程度的時候應該就是 結婚了然後有家的感覺這樣子 那就來一個吧 那就來一個這麼隨心 對 所以當初是準備好的 當初就是覺得說 有也好 因為我本身就像她說我沒有很喜歡小孩 那我覺得說有也好沒有小孩也好 那我覺得說會不會到最後 如果我沒有生的話我自己會不會後悔 這種事情就順自然那他就來了 花費會很大嗎 我個人覺得不會相較之下 但是首先你必須要一個很好的保險 你的保險如果很好的話不貴 因為就我個人從我懷孕到生完她 我只花了大概1200塊美金 就是大約36000 這樣算便宜嗎 因為我畢竟我沒有生過小孩 那台灣生要多少錢 但我知道她 就是你一懷孕之後 醫生就會跟你說這張表上面有什麼什麼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做這些檢查 那每一筆檢查都是有她的花費 那我姐姐自己個人的經驗 是好像五萬多塊的樣子 五萬多塊那還比較貴耶 所以當初在認識爸爸的時候 你是有預設 就一定要生混血了嗎 還是你其實哪裡都無所謂 都無所謂 就是據你所知我也有就是 他非外國人男朋友 扎到極點 就是台灣人 就是他之前交的男朋友 都是讓他很傷心的收場這樣子 之前你不是有說 你有動軟動胚胎那些的嗎 喔對啊 30歲應該動軟 你們如果想知道動軟的細節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私訊我 我看有沒有必要拍一支出來啦 我覺得有必要 就很多人會怕這個過程什麼 那你不是有做胚胎嗎 對啊 那胚胎你是有做成它是混血還是 唇的 我是就是唇軟還是做成胚胎 因為我是有保存唇軟 然後我也有做成就是五顆胚胎 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也是選的外國精子 那想必那位胚胎也是帥的吧 胚胎是帥的 可是就放心了 說什麼啦 可是可是我沒有去執行的原因是 我畢竟還是想要台灣的伴侶 那個只是就是just in case 就先冷凍在那邊 如果我一個人過一省的話 那我就 那你覺得雷雷她在台灣 就是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媽媽怎麼太了一口氣 有時候會有受到很多就是 關注的眼光我必須說 例如說 會有阿桑會跟著她 就是我們走在路上什麼 她就牽著摩托車跟在我們後面 欸妹妹你那個 嗯頭髮齁 欸很漂亮餒 混血兒嗎 爸爸什麼人哪裡人就開始生家掉 也有遇到就是 那妹妹我們可以合照嗎 你是說路人就要合照嗎 那她自己的心理有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聽說她第一次回來台灣的時候 是有點不習慣的 就是會覺得說為什麼人家一直關注她 不管親戚也好就是或者陌生 八百個人同時 問她 重點圍繞著她 但我覺得她九台習慣 因為她到最後人家都是那種 妹妹妳好漂亮喔 她就會說 嗯謝謝 就可能長大了 有差 她現在應該覺得說 因為我就是長得很漂亮 她自己覺得她自己長得漂亮 所以才是 人家會看她 現在甚至連小朋友都會看她 她不只是大人 我覺得她媽媽有些部分 做的可能比我好 因為我之前就帶雷去玩 她就比較熱情一點 我就覺得沒差 可是有時候台灣小孩會怕 因為我就看到她媽媽跟她說 雷雷我們就是冷靜一點 然後妳不可以去摸人家 也不可以去怎麼樣 就是人跟人之間要有一個距離 距離嗎 所以妳覺得雷雷的熱情去碰人家 也是不是太好的 我覺得不適合 她媽媽就覺得其實是不錯的 價值觀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是陌生人來碰她 我可能就會覺得 欸怎麼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說她也不要這麼做 對 就其實妳覺得雷雷在美國跟在台灣 她喜歡哪裡比較多 這好難定義欸 其實我覺得不一樣 因為畢竟美國有爸爸 然後她會常常說我想要回去找爸爸 我想要找我的朋友或什麼 但是因為台灣太好玩 就是有這些朋友 就是有這些爺爺奶奶阿公阿嬤 可以幫忙帶我 說她每天都可以出去玩 但在美國我只有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 偶爾天氣好的話 那我才有機會帶她出去 那或者是等她爸爸休息的時候 就其實應該我一開始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比較容易接受英文的 好快才過了兩年 中文就是突飛猛進去 而且會有一個台腔 欸 蔡哥 什麼嘿 齁 會這一類余為 我覺得比較奇特的是 其實我跟雷雷在聊天 因為我跟她我不太會用娃娃音跟她說話 就是我覺得跟她聊天很像 要跟一個大人聊天 而且她會給我意見 我睡在外面就是因為大房間給她們睡 她就說 欸 幹嘛 自己在外面睡 你會覺得害怕或是很孤單嗎 因為你覺得很孤單的話 我可以去陪你喔 她這樣問我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教她的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說 小孩子 要不要水水阿 要不要吃麵麵阿 我就不用這樣跟她講 哇 你好棒喔 對 你要稱讚她 不自己稱讚她你很棒 譬如說她乖乖把玩具收好 哇 你現在很厲害 你可以自己獨立一個人 把玩具全部都收拾好了 去稱讚她這一件事情 那不要把她覺得說她是小孩子 你要把她當成一個真的朋友 你要跟她叫醒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從小朋友養成朋友的意思 對 因為她真的意外安靜 她吃飯就是坐在那邊吃飯 她吃完飯 如果外面旁邊有東西玩她 她會說 我現在已經吃完了 我可以過去玩一下嗎 那你叫我的時候我就會回來 對 她是這樣講的欸 對 然後昨天我們拍片的時候 我就一直誘惑她 要買禮物給她 再多買幾個 或是直接帶走 沒有關係 她堅持不要 問到最後 她其實 就真的不行 要問媽媽才行 對 因為我覺得 可能大家從小也都會聽說什麼 壞人會用糖果誘惑你啊 壞人會帶你去買玩具什麼的 我就這樣會跟她模擬 我說那我現在是一個不認識阿姨 她說有勒 你不要理媽媽 我帶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 她就會說不 我就會跟她模擬這個狀況 那她就要知道說不可以 其實在美國這種事情是蠻常發生的 不管是朋友或是親戚 很多性侵的案件都是發生在熟人的身上 現在真的是誰都不能相信 因為這個真的是防不勝防 你只能就是一直跟她講 一直跟她講 就有機會就是跟她講 你不能要保護你自己的身體 那身體有哪一些部位 是絕對不可以被人家看到 或是被人家碰到 那你就要大聲的說不 台灣有很多傳統的家庭 小朋友其實去告訴媽媽 媽媽還會覺得小朋友在亂講話 我覺得現在講小朋友真的不會亂講 她可以敘述一件事情 說是真的有發生這件事情了 對阿 你不要去馬上賭定說她是對或錯 你可以去觀察 真的 聊天中她或許會講出來 你既然生出了這小朋友 你是陪伴她 很多家長都會說 我很忙阿 我要賺錢給你才有錢阿 我覺得這句話你千可不要說 你大可不要生小孩 我真的認真的 誰的父母不忙 你竟然有那個屁股生 你就有那個屁股來陪她 就現在用屁股陪 嗯 小孩沒有選擇 大家什麼養兒防老或什麼 就是你選擇生下她的 很多人會拿 我就是你媽欸 我就是怎樣欸 然後來情緒勒索 因為人跟人 不管你是媽媽還是小朋友 都應該要互相尊重 你怎麼可以說 因為你是媽媽 所以怎麼樣 因為她就是一個人嘛 那她現在開始會有想法 或是 就是要聽她說 那我們可以中間達到一個平衡 找到一個方法 我跟你講 就是有這麼多的儒家思想 所以才會有霸凌出現 而且我是學姐 我是學長 要知道人跟人相處 不管你是誰 老師要 什麼尊師重道 你只要互相respect就可以了 那最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小孩呢 他上來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說 乾媽我想上電視 然後你可以講那個牙膏的故事嗎 反正就是看有沒有機會去 他想要拍廣告或是幹嘛 他是跟你自己提想要拍廣告的 對 後來中間就是有一個牙膏的廠商 那我就想說那我就偷偷看這樣子 結果反正就到之後是沒有選到他 那有點失望 然後就剛好有乾媽 因為其實在我一開始遊戲直播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說 欸那個蕾蕾要不要一起來當小網紅這樣 其實他媽媽就說 喔想要他就是自己選擇 自然就對了 然後到現在他自己提了 所以他媽媽也就只好說 喔你喜歡那你就去吧 然後那天我就跟他說 我們明天要跟蔡哥拍片啊怎麼樣 他要躺在床上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輸了為什麼還可以去啊 他很在意這件事情欸 他很在意這件事情 我沒有想到一個小朋友可以這麼在意一件事情 他的記憶可以這麼深刻 所以父母們 你們跟小朋友講的任何話 譬如說 一些酸言酸語的話 你覺得小朋友不懂 但其實他們是懂的 那對於他 極度想上電視 因為昨天情況 有一點點的小出包 因為我的攝影師是爆炸頭 然後他看到我攝影師就沒有辦法拍下去 他就說他很害怕 反正他就有看到一些公主的轉蛋 他就想要轉 我攝影師還想為了討好他就是去換了零錢 要給他投他就不要 我說那你要回家我們就沒有上電視 那我們不上電視了好不好 他說 不行我要上電視 我說那你還要公主的轉蛋嗎 他說我不要了 那還要上電視嗎 我還是要上電視 我會說上電視 ok Gold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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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